他就直接把椅子舉起來 就真的是要揍我 瓜哥 大董啦 喔 你這路沒關係啦 我去告你啦 對 要走嘛 被警察來了好不好 好 被警察來看誰的姓氏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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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關係啦 你報警了嗎 報警了嗎 要跑走了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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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等 大家好 我是小家 大家好 我是你的學妹姊兒 這一天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應該有些人發現學妹上電視了 他就直接把椅子舉起來 又真的是要揍我 紅拍片 結果遭到陌生男子攻擊 男子情緒激動 大宣摳修 連苦咒都沒帶吼 莫名其妙就從去店家裡面 對店內客人不斷叫囂 幾分鐘前還拿著椅子 一路跟著他們闖進店裡 舉起椅子做事攻擊 那學妹在採訪裡面 其實已經把她事發經過 都講過一次了 所以如果大家還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再簡單的敘述一下 給大家知道 6月29號那天呢 我跟金金 然後還有學妹 要去華西街拍吃蛇肉 那我們在華西街口 拍完開場之後呢 有一個男的 他就站在旁邊 然後擺著 就這種姿勢 這邊抽菸 然後用一個很兇的眼神 盯著我們看 然後呢 學妹也就看了他一眼 就沒理他 我就覺得那個人眼神就怪怪的 所以我跟大家說 那我們趕快先走吧 我們就趕快去蛇肉店裡面 結果 我們快到蛇肉店門口的時候 就聽到遠遠的 剛才入口那邊 有個人在咆哮 補一下身體好不好 我可以回家嗎 結果我們看了一眼 就是剛才那個人 他拿著一隻 衝過來 我第一個反應覺得 感覺是來找我們的 我是不是叫大家說 我們剛才先去店裡面再說 因為店裡面有監視器 結果呢 果然 他就拿著一隻 衝到店裡面 死了學妹 然後罵了又再生話了 然後就做了事 要拿椅子找學妹 因為我們有幾個男生嘛 我們就當在前面 他就一直要往前衝 然後那椅子都要丟出去的感覺 後來椅子也被我抓住了嘛 所以他就走掉了 走掉之後 我們都還是震驚之中 你知道嗎 結果過沒多久 他又回來 那這次我們就知道 要把手機剛才拿出來錄他 他就在那邊說什麼 學妹瞪他 讓他心聲畏懼 所以他才拿椅子 只要找我們 我們就說好 那你心聲畏懼嘛 那我們也報警了 那你就待在這邊 不要走 等警察來 你跟警察講 說你覺得你心聲畏懼 我們害你害怕 對不對 你也說要告我們 對不對 然後大家要等警察來 對啊 你不要吹我啊 讓我心聲畏懼 沒關係啦 反正這邊有監視器 你剛才都有拍到 你拿椅子進來 對啊 你讓我心聲畏懼 對啦 你拿椅子進來 讓我心聲畏懼 你不要吹我 你會視我嗎 你心聲畏懼 要拿椅子 對啊 你會視我嗎 你會視我 幹嘛吹 好嘛 那大家都不要走嘛 我現在警察來了 好不好 蛤 大家都不要走好不好 那你監視我自由 你監視我自由 不是啦 你現在那麼厲害 你現在這麼像 你就不要走嘛 好不好 啊 你知道嗎 你要蹲在我 對啊 你要走嘛 等警察來了 好不好 好 等警察來 看誰的姓氏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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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報警了嗎 報警了嗎 要跑走了 不要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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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這邊等 這種就是 警察來了之後 我們就把影片給警察看 然後學妹就跟著警察 一起去警局做筆錄 然後報案 其他人我們就在店裡面 把原本要拍攝的東西 拍一拍之後 當天就這樣結束了 這件事情既然已經過了 我們案也報完 那為什麼今天又要再拍這部片 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當初報完案 因為警察 事後在周邊巡邏 也沒有找到那個人 而且華西街夜市人這麼多 在人群裡面 直接這樣走掉了 或是躲起來了 也很難被找到吧 所以學妹就想說 他在爆料公社 PO一下 然後叫大家小心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就是一個 危險分子 結果呢 學妹PO完沒多久之後 就蠻多記者 就說要 採訪學妹 然後跟他了解一下 事發經過 所以當天早上 學妹就接受了 蠻多間媒體的採訪 而且我們那時候出停車場 整個嚇到了 一排攝影機 還以為在開什麼 那個粉絲見面會 對不對 那早上採訪完的 中午新聞馬上就上了 當時就各大新聞台的 五間新聞 都有講到這件事情 我就有看到其中 一兩篇新聞 提到這個嫌犯的時候 他們是用 余男 這兩字 我們在爆料公社的留言裡面 又有看到 有人說余叉叉 他怎麼跑到萬華去了 然後我們就點到 說這是余叉叉的那個人的 FB裡面發現他是個警察 就表示 在爆料公社也有警察認出這個人是誰 而且還不只一個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警察到底有沒有找到這個人 而且我們也很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我們才有辦法告他 所以我們就趕快回覆那個留言 然後他們就貼出一則新聞 這名黑衣男 他突然跑出店外 打開汽車車箱 拿出一把鐮刀 再往店裡面衝 這名余心男子在店內 莫名對一名江西女客人標罵 說他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 怎麼可以對著人咳嗽 辱罵了一連串的髒話 從機車上拿出一把鐮刀 想要衝進店內被旁人攔阻 余心男子被檢方依恐嚇 公然侮辱等罪嫌起訴 這個人啊 在一年前 在淡水 就因為一個女生吃飯的時候咳嗽 然後呢 他就衝回他的機車 然後拿出一把鐮刀 然後衝到店裡面 然後就拿鐮刀要X他 然後是一堆人去把他阻止下來 然後報警 不知道這個余男 是不是跟那個余男是同一個人 那剛好也有兩個警察 也說這個就是那個余叉 而且這件事情 學妹只是瞄了一眼看為什麼 要在那邊看我們而已 然後他就拿椅子要追打學妹了 那這個舉動 你不覺得跟那個咳兩聲 然後要拿鐮刀X別人 這感覺是同一個人 會做出來的事情啊 然後呢 我就用這個名字去司法院 搜尋他的名字 可以查過去的判決書嘛 發現他拿鐮刀要X人的這件事情 你知道會判多久嗎 你們覺得他會判多久 答案是 等於他只要罰三萬塊 就沒事了 拿鐮刀 衝進店裡 要X人 罰三萬塊 就沒事了 所以根本對他來說 就是 不痛不癢啊 你看 去年他拿鐮刀X人 那今年 雖然他今年比較熟練啊 他拿椅子 哦 有算是 那算是有學官啊 哦 沒有這樣幫他講話是不是 不是啊 去年才拿鐮刀X人 今年2月判決才確定 6月馬上又拿椅子要砸人 就表示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學到教訓啊 然後我用他的名字 在那個司法院的網站上面再查了一下 發現他這個人過去有很多前科耶 以下講的都是上面就查的到了 這就是公開資訊 我沒有公布他的個資 這都是公開的訊息 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姓 于的這個名字 然後他過去在司法院的那個判決書裡面做過哪些事情 這個人呢 他偷過別人的機車 你知道被判多久嗎 拘役10天 等於罰1萬塊 然後就沒事了 偷別人機車 罰1萬塊 然後就沒事了 再來呢 還有妨礙公務 就是他的機車好像後照鏡沒裝好 然後警察把他攔下來 然後他嗆警察說什麼 靠北杀小啊 然後罵5字金啊之類的 這樣判多久 我覺得 拘役5天 等於就是罰5千塊 偷機車 然後妨礙公務 目前只罰了1萬5喔 都沒被關喔 再來就是剛才那個拿鐮刀要XX的人 比較嚴重點 拘役30天 花3萬塊 等於是 他偷了機車 罵了警察 然後拿鐮刀恐嚇別人 都不用被關喔 雖然我不是律師 但是聽起來還不錯對吧 這個人他就是沒有 受到真正的教訓過啊 他就是都罰錢了事耶 最多最多就罰3萬 最少最少罵警察 然後妨礙公務 只罰5千 也難怪他可以今年2月才又一件事情結束之後 6月馬上又哪裡知道雜人 就表示他根本就沒在怕 所以他就是社會上的一個問題人物啊 也難怪你只是PO個爆料公社 馬上就有2、3個警察認出他是誰 好啦 那我還是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今天要拍這文片 就是因為呢 我不知道這次學妹告他恐嚇 會不會又是判個 拘役10天 20天 30天 等於就罰個1、2萬塊 2、3萬塊 又沒事了 就可以繼續在那邊趴趴手 然後危害別人的生命安全 要不是拿鐵刀就是拿鐵印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把他的照片PO出啦 我就是想要提醒大家 以後看到這個人能躲得越遠越好 好不好 丟香蕉啊 也是啦 如果你們有香蕉的話 有網友提醒我說要帶一串香蕉給他 你要帶飯糰啊 淘汰了嗎 要帶香蕉給他啊 那他的特徵呢 就是 長得那麼... 沒有啦 我是覺得如果是女生的話 自己在外面就可以自己隨身帶個 放浪噴露 辣椒水 你知道學妹被嚇一個 現在我看她出門包包都掛一個防浪噴露 我現在都帶在身上了 因為真的從那一天深深的禮物到 就是真的還是要帶個防身的東西在身上 然後那一天跟金晶一起拍片嘛 那你們也知道金晶是韓國人 她整個在韓國人面前丟了台灣人的臉耶 那部片可能一兩禮拜之後會上 你知道那部片的結尾 我問你金晶有什麼感想 你知道她說什麼嗎 她說我可能以後不敢來華西街了 我也不敢啦 真的是嚇到啦 就是因為有這種人 就因為她一個人 然後可以讓韓國人對萬華 對華西街的印象是以後不敢去了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一次她會被判多重了 總而言之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她受到法律的制裁 而且越重越好 那大家也可以把這部影片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小心 因為不知道你們哪天會在路上遇到這一個人 好不好 好啦 那既然我們今天就講到這件事情了 我們就來講一下那些網路上的XX的酸民 學妹呢在爆料公司發了這邊上去之後 那你們也知道大部分的人其實頭腦到底正常 她還是同樣譴責這個暴力行為嘛 那總會有幾個人呢 像這個什麼秋日盛啊 她回說 妳是不是在酒店服務不周 妳媽上次服務那麼差 我也沒有拿椅子要砸她啊 然後還有一些人說什麼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妳活該 妳不瞪別人 別人會想要拿椅子砸妳嗎 來 請回答 沒有啊 我覺得沒必要解釋 有思考能力的人 其實都看得出來是誰的問題 所以我也不想去多做回應 然後學妹被記者採訪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 為什麼會有男生想要拿一個椅子砸女生 然後連這句話 都有人可以把它解讀成 所以女生就可以打男生囉 拜託妳們頭腦到底在裝什麼啊 算了 我好像不應該棄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你們還在那邊笑人家躺山 怎樣怎樣的 欸 今天要是我們男生不在的話 學妹被椅子砸了吧 記得分享給妳的親朋好友 因為新聞過幾天可能大家就忘記了 在外面注意安全 女生的話呢 就去買個防人噴霧器 戴在身上 出門 還有香蕉 還有香蕉 或者是飯糰也可以 出門買個飯吃 都要有隨身攜帶 因為你看 別人去家裡附近 吃完粥 都差點被連到XXX 所以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到瘋子 之後呢 我們有什麼進度 都會隨時替大家更新 那我們一樣 下部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